馬祖祠杯 大家好 有位網友在討論期 問師姑問說 那個音廟都可以看到 他貼著有求必應的那些匾額 或者標誌 那是不是象徵了 音廟的神力比楊廟來得大 這位網友很有趣 就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共回答是這樣子的 那個廟都是一些神靈 後世鬼靈 那因為有照顧附近的眾生 彼應附近的眾生 所以眾生來設廟來供奉他 來回報感恩他們 那自然而然 這些神靈的鬼靈的 就會選神機 有那個燕 來花燕來照顧這些眾生 那眾生有感於他們的照顧 為了興隆這個廟 把這個經驗分享給大家 就會送那個有求必應 或自己掛上有求必應的標誌 來帶動大家 來帶動大家 一起來供奉這個神靈 或是鬼靈 那是 祝然的現象 那我們要很了解 這個神的力量 這個神的力量 神火的加持力 祂的靈念的力量 是取決於 拜拜拜的人 拜拜的這個人 拜拜的這個人的 法性的助燃力 法性就是他 意識能量層次的高低 法界性 他的心性的高低 法界有十法界啊 你的高低啊 你高一點 你高一點 福報自然多啊 你高一點 智慧比較多啊 所以活度有言人 那個有言就是 福跟慧 他的功德 累積的大不大 有沒有那個福報 有沒有去努力 學習那個智慧 福慧 然後再決定他的靈性 法界性的高低 來起決定 所謂的神火的加持力啊 這神火的加持力 神力的力量大小 不是因為陰廟陽廟 陰廟有求必應 他的神力比較大於陽廟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了解 這個實法界的天道 就是所謂的神道 他還在三界 所謂的三界 就是欲界 有色界 無色界 那個神呢 那個廟裡上面 我們過後的神呢 他是在欲界呢 搞不好是個鬼道啊 鬼靈啊 靠著欲望呢 來決定要做什麼事啊 這自然的一個欲望啊 動物的欲望啊 鬼的欲望啊 還是人的欲望啊 還有有色界啊 會分好壞啊 有分白心啊 你去求他 買個東西去供奉他 來跟他喜宴 我種了樂透 我就分一半給你 把你蓋廟 欸好好好 這個地勢好 每天來拜拜很謙誠 而且會供奉我 對不對 還會監獻 幫我蓋廟幹什麼幹什麼 這整個對他特別好 那還是有色界的一個神啊 然後更上去的 叫無色界啊 更高啊 那無色界呢 就到了羅漢菩薩啊 佛啊 他沒有分白心啊 他真的是 依你的功德力 還有法性的自然力 來護佑你啊 那就是 所謂的無色界啊 還有超三界的佛耶 一切都是空無啊 根本沒有分白啦 沒有分白心啊 就是無色界 所以你有這個認知以後 就會知道 為什麼音廟 都有求必應啊 啊你要求啊 而且你要還願啊 所以你有了解以後就知道 音廟的能力呢 不一定比 楊廟高 要看看來拜的人 來拜的人的靈格也很低 也是義界的 當然你去求義界的神 那很低階的神 好像馬上有實驗啊 去求這個大家樂啦 好像跟你種一下 可是你沒有還願 他馬上修理你啊 就是一時的幫你 他不是永遠的 等幫你一次啊 沒辦法幫你兩次三次 一直幫你啊 長期的輔導你 成仙成火 不可能啊 就是救己啊一次 所以要有這種認知 所以要有這種認知 可是 神靈呢 竟然被色妙 被 供奉 他一定是有那種慈悲心 來愛護大眾 來愛護大眾 他如果花這個燕 來愛護大眾 而自己也有修 他自己也會從 欲界 有色界 無色界 上去到菩薩佛 那因為要看 那因為要看 他所度化的眾生 跟他有緣的眾生 的福跟慧 他的信徒的福慧很大 他自然這個廟的陰神 陽神也好 他自然就一直在生 所以 花界性就會更高 所以 希望顧問的說明 各位能了解 實法界 人 神 還在三界當中 所謂這個三界就是 欲界 有色界 無色界 哪個哪個超三界 哪個哪個超三界 就到菩薩 羅漢菩薩 那個活了 所以更高 對於關於實法界三界 我們要有所了解 以上呢 是顧問的分享 顧問的最後解以 神的神力跟靈念的神力 大小 取決於信徒 拜拜的信徒的化性自然力 及自我努力的功德力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煩吃飞 麻煩吃飞